音樂 它搭載了兩個雙鏡頭 那這雙鏡頭分別搭載了漆片的一個鏡片載 透過這樣子一個鏡片的部分 它可以做比較好的一個光學校正 它搭載了黑白以及彩色的感光元件 在黑白感光元件的時候它是1200萬畫素 同時它的光圈是F1.6 那在彩色這一顆呢它是1900萬畫素 那它的光圈是F1.8 用一個OP的一個晶片 黑白彩色整合起來 然後出來一張亮度低照片 然後顏色真實的一張照片 先把畫質提升到4K 然後同時呢 再把這個部分開啟HDR 那其實在開啟HDR之後呢 其實這就是一個4K HDR的錄影功能 同時呢 這隻手機它本身也是一個 4K HDR的螢幕 所以它也會是第一支 你錄完4K HDR影片之後 馬上在這個手機上面 可以直接看到你4K HDR 內容的一個智慧型手機 它本身有一個雙喇叭的設計 它有那個智慧震動回饋 根據音波的方式去做分析 然後提供震動 讓使用者在視覺、聽覺跟觸覺上面 有一個很完整的體驗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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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